世界科幻大会 The World Science Fiction Conviction 始于1939年 由世界科幻协会主办 是全球规模和影响力 最大的科幻盛会 迄今已有84年的历史 大会颁发的余果奖 被誉为是科幻界的落背而奖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呢 我也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科幻 但是像三体流到地球这些呀 我都是看过详说和电影电影剧的 那等一下我们就去新闻发布会的现场 去忙抓一些嘉宾去采访一下 他们的感受 哈喽哈喽哈喽小姐姐 哇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这个成都世界科幻大会 即将在我们家门口举办了 你有什么感受呢 这个其实首先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而且科幻大会呢 在我们家门口举办 我也是觉得非常的自豪 世界科幻大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 而且还在中国就在我们家门口里 我作为一个科幻民 是非常期待的 我们希望我们能通过科幻大会 把所有中国作品更多的发觉出来 有类似于像《流浪地球》呀 《三民电视剧》这种作品 其实应该共多 我一直认为成都是一座和科幻关系立线的城市 世界科幻大会它首先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 我认为它主要还是进行文化的动作和交流 皮都啊是产生了全世界第一盘iPad 而且我当时是建造了 它这个有着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一定是最重要的科幻 科幻之都在成都 在刚刚的行文发布会上 刘慈欣老师做了线上的誓词 他的三级小说和《流浪地球》呢 也分开成了电影和电视剧 那其中呢 《流浪地球》分开成电影之后 更是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 据说讲 里边有800多个特效镜头 都是来自成都一家公司承接的 而成都也将成为中国 第一个举办世界科幻大会的城市 让我们拭目以待